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那我门康远粉 不认阿爹,不认阿妈,又不认师傅 讲讲一下,掩着脸,痛哭起来 狗难叹了一口气,他说 没错,我不是你师傅 我将你在吴三桂身边偷了回来 原来就不是好心的 你,你自己扯吧 不过你亲生父母,不要不认阿阿 阿阿托顿着他说,我不认,我不认 我没有爹,没有妈,也没有师傅 为师傅说,不过你有我做老公 阿阿阿生生气得极,撿起一块石头 对着他出来扔过去 为师傅闪开 阿阿宁转身,跟着条小路向西面猛地跑 为师傅说,喂,喂,喂,你去哪儿啊 阿阿停着脚步,转身他说 总有一天,要你死在我手上 为师傅不敢再追了,眼白白地有他扯 狗难心情抑鬱 向李自成摆一摆手 一言不发,中马就走 为师傅说 岳父大人啊,我师傅不杀你了,你快点走 李自成的心意是说不出,那么不痛快 偷偷地看着卫小宝 卫小宝被他看得周身寒无动的家 他怕了,退后两步 李自成呸一声 在地上吐了口水 转身走上小路大踏步而去 卫小宝拎拎头他想 阿阿连父母都不认的 我这个老公当然更加不认了 一回头 看到徐天川和高延超守执兵器站在身后 他两个怕李自成突然行空 伤害了韦乡主 徐天川说 这个人当年翻天覆地 断送了大明的江山 到了老了 仍然是这么英雄气概 卫小宝伸的李说 好厉害啊 对了 韩帖摩呢 有没有带来啊 徐天川说 他是个重要人物 当然是带着来了 好 两位无必要小心在意 不要让他半老走了啊 那一行人又起程了 为小宝贵和穆剑星 柳大虹寒圈 穆剑星他们的心情现在非常之不好 他想 我们这一帮人的命都是他救的 从今之后 穆王府还能够跟天地会争什么长短呢 柳大虹说 卫乃乃主 推立吴三季这件事我们也不能够再跟天地会比赛了 请你稳告陈总陀主 就说穆王府从此对天地会金拜下风 卫乃主的相救之德 恐怕你一生一世我们都报答不了了 伟小宝说 柳大爷 怎麼這麼說呢, 大家都是死女逃生, 這條命, 人人都是撿回來的 柳大雄很生氣的說, 劉一周這個賊仔, 總有一天將他千道萬寡 衛小寶問了, 是他供什麼的? 不是他還有誰啊, 這個家伙, 這個家伙! 哦, 講到這樹, 生氣得他鬍鬚的, 衛小寶說, 他留在吳三桂那樹啊? 穆劍星說, 多數是, 那天柳師傅派他去探聽消息, 他被吳三桂的手下逐了他 當晚, 大隊兵馬就圍住了我們的住地了, 我們遇得很秘密的 如果不是這個人說的, 吳三桂絕不能夠知道的 哎呀, 可惜蠔大哥為國殉難 衛向著, 天理會今後如果有什麼差遣, 姓牧的自當效命 青山不改, 綠水長流, 我們分別了 衛小寶說, 這樹還是大漢奸的地界啊 如果有什麼依辱, 大家一起在這樹, 人手多一點也好啊 等到出了雲南了, 我們才各走各路來 穆劍星領領頭說, 多謝為鄉主好意 如果再衰在大漢奸手上, 我們也沒面子再做人啊 他心想, 穆王府已經衰到貼地了 再靠清廷官兵保護, 還像什麼樣子啊 那帶領穆王府眾人, 告別了就走了 穆劍平走在最後, 走了幾步, 凌轉身說 我走了, 你, 你要好好保重啊 衛小寶說, 哦, 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你跟著哥哥, 不要回到神龍島了 我天天都會掛念你的 穆劍平掩著頭, 細細聲說 我也是 衛小寶牽過自己的匹馬, 將薑繩交給他手, 他說 我這匹馬給你騎啦 穆劍平眼圈一紅, 接過了薑繩, 騎上馬 追上穆劍星他們就走了 話說, 衛小寶他們走幾天 離開昆明已經很遠了 始終不見吳三貴派兵馬追來, 大家漸漸放心 這一天上下到曲靜 傍晚時份有四企馬迎面跑過來 有個人翻身下馬 對薑繩仁的前鋒說有緊急軍情 要稟報陰差大臣 衛小寶得到報告就立刻接見 只見當先一個人身材瘦小, 面目漆黑 剛才想問他有什麼軍情 站在他身後的前老闆忽然說 你不是鄺兄嗎? 個人躬身說 兄弟鄺天紅, 前大哥你好 衛小寶看前老闆 前老闆碰頭, 低聲說 是自己人 衛小寶說, 好, 鄺老兄辛苦了 我們去後面坐 去到後面 衛小寶周圍都是天地會的兄弟 前老闆說 鄺兄弟, 這位就是我們青木堂偉鄉主 鄺天紅抱權公身說 天父地母, 反清復命 赤火堂, 虎鄉主屬下鄺天紅 參見偉鄉主, 和青木堂仲偉大哥 衛小寶說 原來是赤火堂, 鄺大哥, 幸會, 幸會 前老闆和鄺天紅 當年在湖南見過幾次面 就介紹他認識李烈勢, 祈彪清 豐濟宗, 徐天村 袁征道隱, 高燕超等等 鄺天紅帶過三個人 也是赤火堂的兄弟 大家知道赤火堂管是貴州 再走幾天, 就到貴州省了 現在有本會兄弟來到仙通消息 我心都很歡喜 衛小寶說 自從和古鄉主一直遞分手 一直沒有再見面 古鄉主一切都盡利 鄺天紅說 古鄉主很好 他吩咐熟下, 問候衛鄉主和青木堂各位大哥 我們知道衛鄉主和各位大哥近來做了很多件大事 十分仰慕 今天拜見真是三生有幸 衛小寶笑著說 大家都自己兄弟, 客氣話就不說了 我們再過幾天就到貴省 希望能夠和古鄉主聚下 鄺天紅說 古鄉主吩咐熟下, 品報衛鄉主 最好請各位改路向東邊走 不要經貴州 衛小寶和群紅都惡言了 鄺天紅跟著說 古鄉主說 他很想和衛鄉主和各位大哥見面 但是最好在廣西 衛小寶問 為什麼呢 鄺天紅說 我們得到消息 吳三貴派了兵馬分散在宣威 洪橋鎮新天堡一帶 想對衛鄉主和各位大哥不離 青木堂群紅都喊一聲 衛小寶又怕又生氣 他說 死人頭他說 這個奸賊果然不肯就這樣認輸 他連兒子的命都不要了 鄺天紅說 吳三貴非常之陰毒 他派了不少好手 說要纏著衛鄉主身邊一位武功極高的師太 然後將他的兒子 清亭公主和衛鄉主三個人帶走 其餘各人一律殺死滅口 現在曲政和尖益之間的松韶關已經封關了 誰都不准通行 我們四個人 是由山間小路運路來的 怕衛鄉主得到消息遲了頭 中了這個大漢奸的詭計 所以連日連夜地趕路 衛小寶見這四個人眼都紅了 塞掉了 顯然是疲勞到極了 就說 四位大哥真是辛苦了 真是好感激 鄺天龍說 總算把消息及時送到來 沒有誤了大事 說起來都很安慰 衛小寶問清木堂的人說 各位大哥認為怎麼做好 錢老闆說 鄺大哥知不知道 吳三貴埋伏的兵馬 總共有多少人呢 鄺天龍說 吳三貴來不及在昏明派兵 聽說是非吉傳書 調查了田北和鉗南兵馬 總共有三十萬多人 大家聽到一起罵 好啊 衛小寶帶領的部屬不過二千多人 還有對方的一省 當然是寡不敵眾了 錢老闆又問 顧鄺主要我們去廣西哪處會面 鄺天龍說 顧鄺主已經派人通知廣西 家後堂馬鄉主 衛鄉主如果同意 三位鄉主就在貴西露城會面 在這樹由東邊走 去露城這條路就不是怎麼走的 而且露城也遠 不過就沒有吳三貴的兵馬把守 家後堂兄弟沿路接應 應該不會出亂子 衛小寶聽到吳三貴派了三萬多人攔截 我心不知有多寒 現在一聽 吳鄉主已經佈置妥當了 馬鄉主派人接應 當堂精神大震 他說 好 我們就去露城 吳三貴你老蚊工死龜蛋 總有一天要給你好東西享受 立即夏令改向東南 要鄺天龍等四個人坐在大車裡休息 那班官兵聽說吳三貴派的兵在前面攔截 個個又怕又生氣 因為都知道身在險地 所以就加緊趕路 一直都不敢驚動官府 每晚都是荒膠紮營 這一天 來到露城 天地會家後堂鄉主馬超兄 赤火堂鄉主古智忠 以及兩堂屬下的為首兄弟都已經在露城等候 三堂兄弟相會 當然又有一番親熱 當晚馬超兄大排言者 為為小寶及青木堂群紅接風 直上群紅港的穆皇府從此對天地會金敗下風 都是慶高采烈 散了席之後 赤火堂探知力報告 說吳三貴暴俗 知道為小寶改道入廣西 就帶兵急追 到了廣西邊境就不敢再追過來 已經急報昆明請示 是不是改辦道策 潛入廣西境內行事 馬超兄笑著說 廣西不歸吳三貴本核 這個奸賊如果帶兵越境就公然造反 他如果派兵改辦道策 想將這筆仗推在廣西孔四貞頭上 那麼匆忙也來不及了 眾人在露城休息一天 魏師傅覺得離開雲南還是太近了 我心怕了 吹著起行 三天早晨和古智宗以及赤火堂仲兄弟分別之後 帶著隊伍向東走 馬超兄和家後堂仲兄弟一路陪著他們 硬見離開雲南越來越遠 為小寶也漸漸放心 話說走了好幾天 一來到廣西中部 那班士衛官兵就不怕了 一不怕就顧太伏盟了 又是勒索周縣騷擾地方 這一天 來到柳州 當地知府聽說公主來到 就揭曉巴結公映就不就話下了 一班御前示威和他僑企刑官兵 亦如如得水 在城內到處猛食猛玩 第三天 喊晚 衛小寶在雙房 和馬超兄以及天地會眾兄弟閒談 御前示威領班張康年 匆匆忙忙進來 叫了聲 衛副總管 就不再說下去了 神職非常尷尬 衛小寶見他左邊的臉腫起了一塊 油眼烏黑 顯然是跟人打架吃了虧 他想 御前示威不去打人 人家已經偷笑了 又誰這麼大膽竟敢敢打他呢 他不想御前示威在天地會兄弟面前丟架 就對馬超兄說 馬大哥隨便坐 兄弟先失陪一下 馬超兄笑著說 好呀 韋祖爺請便 衛小寶和張康年出了商訪 張康年就說 品告副總管 趙二哥被人扣押了 他們說的趙二哥 就是御前示威的另一個領班趙齊賢 衛師傅說 豈有此理誰這麼大膽呀 是柳州守備呢 還是依府衙門呢 犯了什麼罪呀 殺了人呀 他想如果不是犯了人命案 當地官府決不敢扣押 御前示威的 張康年 張康年扭扭你你他說 不是官府扣押的 是 在賭場呀 衛師傅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死人頭 他說 柳州城的賭場 有膽扣押 御前示威 真是天大新聞 你們輸了錢呀是不是呢 張康年掩蓋頭 虎少說 我們七個兄弟去賭錢 賭大洗 差差距 這個賭場有鬼呀 竟然連戲開了十三鋪大 我們七個人已經輸了千多兩銀了 第十四鋪 趙二哥同學都說了 這一次非開勢不可 衛師傅拧著頭說 錯啦 那當然 當數還是開大 唉 可惜我們沒有請副總管帶我們去賭,否則也不會上這個檔 我們七個人把身邊的銀、銀票都掏出來,一於買個洗 開大,是不是呢? 張康年雙手一攤,做個無可奈何狀,他說 何管你要收銀,我們不給,我們說天下賭場 哪裏有年氣開十四鋪大架,實是作弊 這個時候賭場主人出來做和事佬,說這次不算了,不吃又不賠 治愈光說不行,這次本來是小的,何管做了手獎,我們已經輸了這麼多錢 這次明明是贏的,怎能說不算了? 魏小寶笑著說,哈哈,死人頭,你這班人不要面 明明輸了,就去殺賴 莫光說,連你開十四鋪大,連你開二十四鋪我都見過 張康年說,那個賭場主人也是這樣說 趙二哥就說,我們北京城內天之腳下,就沒有這個規矩 趙二哥一發脾氣,我就拔刀出來 賭場主人嚇到臉都青了,說成龍各位市衛大人看得起 來玩幾手,我們怎麼贏各位大人的錢 各位大人輸了多少錢,小人全數奉還就是了 趙二哥就說,我們沒有輸 不過被你騙了三千一百五十三兩銀 靈頭也不要了,算我們賭妹 你還三千兩給我們就算了 魏小寶哈哈大笑,一邊走入花園一邊問 哈哈哈哈,那不是發財?他賠不賠?賠 賠,開賭場的主人的確豪爽 他說交朋友義氣為先,捧了三千兩銀交給邀二哥 趙二哥接了,多謝都沒有聲 只是說,你懂得做,算你幸運 下次如果再作弊,就不放我們 魏小寶揍著眉頭說,那就趙齊賢不對了 人家給你面子,又讓你雙手捧著白痴痴的銀走 真是又有面子又實惠,還說些說話幹什麼 那不是,趙二哥如果說幾句好聽些說話 多謝他的聲音,就沒事了 不過他拿了銀還說說踩人 沒錯了,我們在江湖上撈碗飯吃 偷握拐騙什麼都不要緊,就是不能得罪朋友 是,是,張康蓮想,我們明明在皇宮當差 你是官方陰差大臣,一等子雀 為什麼叫在江湖上撈碗飯吃呢? 魏小寶又問,為什麼又帶上來呢? 那個賭場主人武功很高的嗎?張康蓮說,這就不是 我們七個人拿了銀,只要走出賭場 有個賭客忽然罵起來說,發財那麼容易 我們要賭個屁嗎?不如大家都去皇宮使用皇帝那個… 副總管,這個反賊說到皇上的時候 說了些極之不尊敬的說話,我不敢學他說了 我明白的,這個人膽也不小 那不是,我們聽當然是火滾了 趙二哥把銀在桌上一扔,拔出刀,左手就拿人的胸口 那人啪一拳,就把趙二哥打到暈了 那六個人就一起動手了 那個反賊的武功真是高啊,我看都沒有看清楚 他臉就捱了一拳,帶得出去賭場外面 當堂溫天黑地,最後怎樣我就不知道了 等到醒了,趙二哥和五個兄弟都躺在地上 那個人一隻腳踩著趙二哥的頭殼,他說 這次六隻畜生,一千兩銀一隻,你快點回去拿銀來數 老子只是等你兩個時辰,過了兩個時辰還不見銀 老子要湯來另買,十兩銀一斤 如果生意不頑,一隻畜生也買了一千兩銀 衛士堡又覺得好笑,又有點吃驚,他問 這個人是什麼人,你看不看得出來 張康年說,這個人,個頭很高大的,拳頭大過飯碗 全面都是花白落塞鬍鬚,穿得破破爛爛,好像黑衣 他有多少人來啊? 嗯,他有,熟客不是怎麼清楚了 賭場裡面的賭客,那個時候有十七八個 都不知道是不是他們一班人的 衛士堡知道他被人打到昏天黑地 當時是只求脫身,也不敢看那麼多了 他想,那個老黑衣實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漢 見到那士衛賭得這麼無品,就忍不住出手 說劏了他們零賣,也不見得 我看也沒有誰肯出十兩銀去買趙齊賢一斤肉 不過我如果調動大隊人馬去打他一個人 又不是好漢行為啊 這個老黑衣武功這麼厲害 如果求師傅對付他,當然是手到琴來 不過師傅怎麼去為皇宮的侍衛出力呢? 這件事如果被馬鄉主他們知道了 一定會笑我屬下這些侍衛這麼水皮 為師傅覺得派風濟中徐天村他們去也不妥 突然想了兩個人,他有辦法了 各位,肉之後事如何,請下回分解 拜拜